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李秉信先生 两岸问题的学者 跟我们谈一谈对台湾岛内对习近平这番讲话的反应 怎么看 除此之外 这一次民进党有人说 习近平讲话救了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在第一时间非常强硬的表达了对一国两制的拒绝 所以民进党得分了 特别是巧在在台湾独派四大佬 又同时在这一时间逼宫 让蔡英文这张悲情牌打得很顺当 所以看来很多台湾年轻人给她留言 鼓励她 所以让蔡英文从民进党九合一选举的败选当中 蔡英文成了唯一一个民进党可以突围的人了 甚至有人说她已经确立了自己2020年民进党候选人的地位了 没有人再可以挑战她了 而且她现在抓着现在这个大家不放 而且一次一次越来越多的在给自己加码 甚至包括什么海外学者啊 什么这个舆论那个舆论 让她感觉她现在抓到了一个契机 那就是抗拒九一国两制 而且她把一国两制又塞进了九二共识的内涵里面 这就使得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 有了台湾民众给予的同情 甚至认为她有了和法理可依了 您怎么看一国两制真的是民进党的救命单吗 当然我想民进党他是很会操作那种叫对立 那所谓的一国两制 事实上我们讲得清楚一点就是改变现状 改变现在台湾的一个现状 那对民进党而言 他刚好可以用这个当做一个议题 当初我说我要保持现状 现在改变现状 那改变现状的一个前提是一国两制 他可以用这个当做他一个突围的一个论述 一个说法 我想在这一点上 他的确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加分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我们常讲说形势比人强 那你今天你就算你在论述上 你有一个凸显 你有一个说法 可是你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叫事实 那个事实叫做两岸的一个关系 这两岸的关系跟你的经济 跟你的收入 跟人民的期待 以及所谓人民的这样一个生计 绝对是绑在一起 绝对是息息相关 你觉得你的论述强 还是你的事实强呢 其实你看这次九合一的 这些地方的选举 它呈现一件事情叫做事实 形势是比人强的 事实形势是比论述强的 因为当韩国瑜提出一个九二共识 而且那时候的九二共识 是一个模糊的一个共识的时候 人民会开始把他们的事实 把他们的生计 把他们的将来寄托在一个 他们觉得会让他们一个更好的 一个方向跟一条路线上面 可是今天蔡英文 如果你今天你把这条路给砍了 你砍了就是说 事实上蔡英文的说法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不要两岸关系了 因为一国两制 现在既然 只要反中就好 也就是说现在既然 既然这个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不再是一中各表 而是一国两制的时候 那对蔡英文或者对民进党而言 叫做没有两岸关系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切掉的 已经没有得谈了 没有得说 那你当然你可以在你的论述上 你在一时之间 得到你的激情 得到你的一个支持 可是那个事实是 台湾会被封闭起来 台湾会被笼罩起来 台湾会被阻断 台湾会被切断 你被阻断 你被切断 你被笼罩 这个时候你要靠什么去活下去呢 你要靠什么下去生存呢 是靠你的论述 靠你的所谓的对抗 是靠你的所谓的 你自己认为的那种 你所说的那种主体意识 这些东西能够让台湾人民活下去 能够让经济能够好起来 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 更美好的一个前途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台湾面临了一个两个 非常严重的 不要讲非常严肃的一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 你要重事实 还是要重意识形态 没错 其实台湾是这样子 经济好的时候 意识形态 它会浮出你来面上 可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生计啊 现实才是一个最实现的东西 我觉得 把这一次1月2号 习近平的这个讲话 你放出来来想 事实上他只要 让台湾人民学两个东西 你要论述 还是你要事实 你要意识形态 还是你要 你要肚子 不要讲肚子 就是你要过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生活 那民进党可以把两岸给圈起来 在他的论述 在他意识形态之下 那问题是 你打得出你的深入吗 你真的有条更好的一个方向吗 你真的让人民能够过一个 更好的一个日子吗 我抱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 我们常常在讲 两岸之间 在国民党执政的这段时间 他的期待是叫做 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两岸关系会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的到达 所谓这个两岸一家亲的一个味道吧 那样的一个味道是叫做 由下而上 慢慢的 由下面一直到上面 可是1月2号 习近平的讲话 他已经把那个 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或者是漫漫而到的那个 内部已经拿掉了 没有 他是从国家的一个方向 从上而下 下面水到渠成也好 自然而然也好 或者是 这个必须要付出代价也好 甚至武力统一也好 这是一个国家的方向 必须要达到 这样的一个目的的时候 坦白说 民进党的选择已经太少 太少了 这个时候的执政党 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 真的要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当你所面临的大陆 你所面临的中国 他拿出了一个意识形态 跟现实来让你选择的时候 你要怎么选呢 而且当然了 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 其实每次 我包括一些认识的一些台湾朋友都说 台湾不接受一国两制 我就说了 我说第一个呢 你们可能确实 其实大家可能为台湾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一国两制的大讨论 其实我倒建议台湾 既然大家模糊空间没有了 倒不如 我看一些台湾的学者 都说那干脆 我们干脆 我们虽然不能做统独公投 但是我们干脆就进行一次意识形态讨论 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不要我们接受什么 我们不能接受什么 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 我们接受还是不接受 说你干脆拿出来讨论 否则的话 你现在每次做所谓的民调台湾 他们韩国瑜在当选的时候 有人做了一个民调 说问南部的朋友 多少人知道九二共识的内涵 超过40%人并不了解 并不了解 只知道说有九二共识 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能稳定两岸关系 能让两岸关系交流起来 但是是什么 并不知道 更不要说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在台湾不是没有市场 是从来就没人愿意讨论的 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愿意去谈一国两制 除了李敖 李敖当年就大声疾呼 他说一国两制是台湾最好的政治安排 他说如果你要认为统一是必然的话 一国两制就是最好的安排 除非你认为统一从来不会发生 台湾会永远的跟大陆分下去 那就不存在一国两制 问题在这儿 现在习近平已经把统一说出来了 现在看来习近平明确的讲是统一的进程已经开始 这进程多长多短 不再是国民党民进党说了算 是大陆说了算 您认为现在的无论的政治人物 再想操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不让台湾老百姓了解这些东西 还做得到吗 有没有必要台湾真的可以做个意识形态的讨论 其实九二共识对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法 这个安全法是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模糊的空间之下 我可以把两岸的关系局限 不要说局限很巧妙的安排在 只有在经济上面的一个层面的交流 不去碰政治层面 一碰到政治层面你就要面对 这个主权是什么 主体是什么 制度是什么 所以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觉得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他犯了一个大错误 因为当你在执政的时候 你看我们那时候不然说马习会或者是习马会 他事实上他是他所要做的就是 他想要尝试的把这个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局限性 能够到政治的一个层面上 而那个关键是什么 那关键是台湾出手 台湾占有一个叫做发球权 可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他丧失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他没有主动做 那民进党现在执政是完全不做 那国民党做不到 民进党不做 那现在变成是习近平在做 那只要大陆做了 那就是只好大陆他在做 所以现在变成台湾的一个局势 就非常的一个凶险 因为以前你有机会 丢出这样的一个形式去 你把你经济上的局限 来讨论一下政治上你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可以接受什么 或者说你要让人民去选择什么 你现在完全没有机会了 现在必须是别人说 就是这个东西 你拿还是不拿 就放在桌子上 你要还是不要 那你不要 你有很大的本钱 说你不要吗 那你要你又能够验得下 你的面子 或者是你的 这个所谓的尊严去要这个东西吗 所以我觉得下来 对于台湾而言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而且他要有 他真的要有一个很宏观的战略性 很宏观的一个眼光 才能够应付下来 每一次出现的一个状况跟变化 而且这一次看来 虽然台湾岛内好像大家 对九二共识呢 特别是 虽然大家对九二共识 让民进党这么一搞 好像大家觉得更模糊了 或者更不清楚了 但是问题是 这只是台湾人的自己表述 现在的局势 就像您讲的 现在的局势是 你不做 对岸在做 而且对岸在积极推动 而且按照现在 不要忘了 习近平现在还推行的 还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哦 这个并没有违背中国大陆 对国际上的承诺 就说统一台湾 国家统一 一定是 是由两岸的人民共同来参与 而且是用和平的方式 习近平没有说要动我 习近平只说我不承 不承诺不动用武力 只是针对外国势力的干预 没有说台湾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当蔡英文说有40个美国什么国际学者 什么声援台湾 我就说你声援什么呢 大陆既没有威胁台湾 也没有攻打台湾 更没有告诉说恫吓台湾 你的声援什么呢 基本上大陆现在的政策是维持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这是美方是可以接受的东西 所以民进党这么做一时得势 但是问题是你终将是要面对大陆怎么做 我们先休息一下